Hello大家好,我是貂蝉,今天讲一部魔幻大片《光灵》 在这个次元里生活着不同的种族 精灵们往往是富有的上流精英 兽人们则聚集在贫民窟,是社会底层 人类处于中间,担当管理人士 当年兽人拥护的魔王被人类和精灵合力打败 从此,兽人就变成了二等公民 男主威尔是一个普通的警察 但他的搭档却是全国唯一的兽人警察 搭档在警局里十分不受待见 另一边,魔王的追随者打算筹提三根魔杖复活魔王 但是魔棒只有光灵,也就是某种万里挑一的特殊体制可以用 一天,威尔和搭档赶到一个居民区 根据举报这里有人使用魔法 威尔赶来后抓住了一个金发妹子 他手里就有一根可以实现人们任何愿望的魔棒 威尔的同事们想要私吞 他不得已之下开枪杀了所有的同事 只剩下搭档 当地的黑帮闻声而来抢魔棒 威尔只能带着金发妹和搭档一起逃跑 黑帮紧追不舍 为了摆脱他们 威尔一行人跑进了一家声色场所躲着 黑帮的人堵在外面 这时,魔王的追随者赶来抢魔棒 他们顺手就杀光了黑帮的人 威尔他们也就趁乱逃了出去 刚逃没多久,又被兽人老大抓住了 兽人部落对这个当警察的兽人非常不满 觉得他是同类的叛徒 开枪打死了他 旁边的金发妹看不下去了 从自己的皮肉里扯出了魔棒 复活了搭档 兽人们一看 这不是神话里预言的兽人之神吗 在场的兽人纷纷下跪 三人跑了出去 金发妹也因为魔法透支 没揽光了 必须回到泉水泡一泡 泉水是魔王追随者的根据地 埋伏在这里的追随者老大 抢到了魔棒 他也是光灵 搭档拿起枪来一顿扫射 魔棒掉在了威尔面前 不是光灵碰到魔棒会爆炸而死 但是威尔情急之下抓住了魔棒 没有死 因为他也是光灵 拿起魔棒秒杀了追随者老大 世界终于得以安宁 好了 本期的貂蟬聊电影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妨点个赞吧